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今天比较重要关键是我们来看一下日K线 功课突破了季线 那么盘面的重点股市 全局三王都拉了尾盘 包括鸿海 台积电 联发科 另外中东局势越来越紧张 所以航运股出现大涨 特斯拉在昨天的美国股市也大涨了5个百分点 而且是连续性大涨 所以概念股也往上做了反应 我们稍后来做解读 为您介绍来节目现场的来宾 要请到台股大师杜金龙 阿宽 各位观众 大家好 资深财经媒体人朱鸡仲 阿中哥 大家好 要请到万博投资总监蔡明璋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阿宾先生 阿宽好 大家好 我们先来看盘中走势 我们可以看得到 在今天这个盘 真的是在11点半以后开始翻红 翻红之后尾盘出现急拉 才能够大涨超过百点 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11点半坏性什么事情 对 因为中国官方大动作的旧事 它今天三个重点 第一个 存准利降两码 就0.5% 四出一兆人民币的资金 台币就4.5兆 但是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黄污贷款的利率 黄贷利率也降两码 两码0.5% 而且全国统一第二套黄的自备款 空前的15% 所以三个利多出来以后 入股就涨 因为直到15%就可以买房子了 对 第二套 而且是第二套房子 第二套 鼓励你买第二套 现在救黄市了 也要救股市了 因为大陆股市 A股市在早上11点半 它会收盘 大家本来不觉得怎么样 到了11点的时候 11点半它收盘的时候 上升就涨2% 大家觉得完真的 完真的 而且今天很漂亮 你看 对 一路震荡走高 而且是开高走高 大涨超过3个百分点 好 重点是 11点半它上股收盘以后 其他的牙股就被 跟着涨 跟着涨 刚才阿冠看到 我们本来点100多点 慢慢拉 一直到11点半的时候 开始欢红 然后看一下韩国股市 你注意看 韩国股市也是在 早上的11点半以后 也是11点半以后 往上翻红了 那道线就是 开始上去的话 往上 就是游黑欢红 游黑欢红 所以今天亚洲股市 都受到大陆的 刺激政策的影响 好 那我们回来看 那么除了指数之外 到底尾盘拉什么呢 那三档个股成为 拉台重点股 我们请大事报 我们来看 这三档个股分别是 台积电 联发科 以及鸿海 我们来看一下 台积电再度拉尾盘 我们先看到这是联发科 这是台积电 台积电再度拉尾盘 在今天涨了1.02% 涨10块钱 我们来看鸿海和联发科 我们来看到的是 好 来鸿海 也是拉尾盘 收涨1.67% 涨3块钱 收在183 我们来看联发科 2454的联发科 更明显更漂亮 在今天大涨了超过4个百分别 涨50块 收在1195 帮我们解这三档个股 因为大盘一定要靠台积电 还有加这个F4 今天只有管达比较弱 是没拉上来 是 那其实台积电 昨天就拉尾盘了 因为他昨天 对 昨天拉最尾盘 所以今天早盘 他是把昨天拉得拉下来 那台积电现在 今天已经拉到987了 是 987 台积电现在很多人就认为 他能不能上1千块 那大盘就 那他能不能上1千块呢 短期可能还要看量 因为现在我们是有价 所以今天也是台积电拉10块 昨天也十几块 就靠台积电 他现在已经进 大概1千块的压力期 而且他率先是 昨天就上上季线 那我们今天刚才阿关讲 今天我们大盘是 正式上上季线 可是因为季线向下弯 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是 大盘是在5月20号 我们的一个高点 22545 大家一定要记这个点 就是说我们上上季线完以后 如果你突破8月20号 刚好那个赖总统就职 百日的最高点 对 这个如果过完以后 假设明天再过这个关卡 那整个大盘 就正式上面的压力就解除了 那剩下一个东西就成交量 因为我们今天有上来量是3000多亿 因为我们上个礼拜五 是有4600到4700的一个大量 那我们台湾1到8月份 平均的成交量是4200多亿 所以上个礼拜五 那一根量是很漂亮 可是这两天 今天跟昨天不是上涨 有没有 量都3000多亿 对 那明天如果说 我们商商机电再上去 靠台积电或是F4 整个把它供上去完后 量补到4500多亿的话 那整个价量就突破 那我们是要等大盘补量再买呢 还是可以先卡位 我们先来看台积电 因为我们知道大师操作台积电 对 很神了 还好 都是区间操作 对 上面跑一下 下面就接回来 没有错 我都是这样 所以只要台积电有大的 我就买 上一次不是 而且你不是说你每次来上节目的时候 都会买吗 对 可是最近从上次来 因为台积电一路走高 所以我以前大概都买到低档 今天来我看就在高点 像蔡总讲的 其实11点到那不是台积电妈妈吐 妈妈吐到外面右手最高 因为像昨天它吐的话 它上下只有6块钱 根本没有债钱赚 所以你今天 没有 这样的空间你就没有买 没有 因为它最近是有涨 可是你看到 它从低点到高点 它也知道我们这些人太厉害了 会区间操作 那个价差都弄到6块 昨天更明显 昨天只有6块 所以现在是窄幅震荡 对 它不让你在那边冲来冲去 可是它尾盘都会有一笔5000多张 走拉3块到这道 就是在作价 那有可能是季底作战 因为我们现在剩下4天 这个月就结束 所以这个大盘今天拉GK线的话 我们到昨天台股刚好9月份是平盘 那这个月今天是涨了 那剩下4天 下礼拜一 如果你的G 9月份的GK线收红的话 化解我们7月份 AK线收黑 8月份的AK线收黑 那我们最怕是AK线连三黑 所以从昨天 还有今天这一根长红的话 是不是在4天 你就化解这个AK线连三黑 而且我们昨天如果这个礼拜走红 昨K线连三红 那我们台积电就是 台积电就是现在 台积电现在就是 它整个大盘 F4里面除了台积电 我而是那个红海 那今天台积电你看 它也是脆步的慢慢的垫高 有没有 每天这个K线也就是涨一个 10块左右 你要做当成也不可能 那我每天都收 4部盘间 如果到月底 我搞不好收到近 能不能弄到1千块 那大盘就会 大家会有比较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市的图 来看一下台积电 台积电你怎么评估 它理论上我们现在就看它 现在它过了 季限都关卡都过了 今天是987 那上一次它是1080 是我们的受限公司 大卖台积电 所以受限公司在企业问大赚钱 那晚以后 这个这边1千块 就是它短线的压力期 大概是这样 好 那我们也来看一下红海 对 来2317的红海 在今天同样也是拉尾盘 对 红海最近是相对比较弱势一下 就是说因为凯基的研究报告 在前两天把今年的EPS 往下修正 这个我是修正完的 那明年晚上修正 就是说因为它不是那个 GB200往后 所以延后 对 所以他们那个8月份 云收不是有下跌吗 所以他们把EPS 往下修正这边上升 那那个目标价也把它修正到236 那红海的话 最近大概台积电在拉的话 红海管达是相对比较弱势 今天是有拉 你看只拉3块钱 其实它真正都是拉台积电 大概是这样 好 那也来看一下联发科 因为今天三网都拉了 来 二十五四联发科 可能最漂亮 联发科是这一阵子比较可能 因为它是iPhone16的时候 那时候跟大立官不是有涨吗 那涨完以后联发科就 这一阵子跌了比较多 所以它还在记线之下 比较委屈 对 而且它今天因为前一阵子跌 所以今天你看 拉的话就拉一个五十几块的 一个 所以它是不是马上要跟上进度 应该联发科 我觉得在看的话 它相对跟大立官一样都是弱势 弱势 对 真正F4要拉的话 应该要去买台积电 你钱有的话就 所以矿来矿去还是台积电 对 它有可能会去弄 还是弄到一千块 这是我的建议 好 所以大师说 如果以全职股来看 他认为首选仍然是台积电 不过如果回到盘面来看 在今天最强势的 其实是我们的海运股 为什么呢 因为中东战云密布 特别是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 现在似乎已经是越大 越大了 包挂以色列不断对黎巴嫩空袭 然后黎巴嫩也对以色列空袭 甚至传出连地面部队都要出动了 对 蛮意外的 本来以色列跟哈马斯打得如火如土 现在跟黎巴嫩争出党也开战了 因为那个BB扣爆炸案 好 结果你看 在23日的时候 以色列针对了黎巴嫩的南部 各位要知道他们地理位置 黎巴嫩是在以色列的北方 所以他等于他的南部就接近了以色列 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南部 东部的话 1300个真主党的据点 发动了灰弹的攻击 这个真主党也不甘示弱 24小时之内 立刻1400米的弹药 也回击了以色列 就打以色列的这个北部 那这个真主党的第二号人物就说 一场无限制的战斗正在进行 哇 这个前面开始要开战了 而且媒体是用中东边临灾难性战争来形容 这个不是新闻的标题 欧盟 这是欧盟的说法 现在中东已经濒临了灾难性战争 要全面的这个开战了 那我们说这个战况多激烈 我们先讲这个以色列 这个空洗尼巴嫩的这个南部 2000人死伤 其中492人一天就是死亡 很多都是儿童护女 所以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真主党的话 也要报复 他们说第一次看到 以色列是18年来的这个红色几件 为什么18年来 他上一次跟尼巴嫩的真主党的战斗 是在2006年 所以距离现在有18年前 所以很多以色列的居民 比如说那个北部那个城市 他做在自己家的阳台 就可以看到飞弹 就那个真主党射过来的灰弹 然后以色列的那个铁穹 就把它拦截 这个画面坐在自己家阳台 就可以看到 你说这个战况激烈到 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那现在经历部的说法 就是说以色列 现在是用空洗尼巴嫩的真主党 马上以色列的地面部队 就要进入了尼巴嫩的南部 就开始要地面作战了 但是我补充一下 2006那一次的两边的作战 以色列没有占到便宜 那一次是严格来讲是真主党打赢 后来是在联合国的调停才平息 所以大家今天讲 为什么台北股市今天开盘是跌100多点 跌什么原因 因为盘后美国电子盘就换黑 美国就担心中东前面的战争一来以后 通膨又不会死灰忽然 通膨又会马上起来 你知道2006年 以离了战争之后 2007年 2008年油价就一路上去 最后就金融海啸 那我们回来看油价这一次也反映了 不只是油价反映 黄金也反映 尤其黄金 油价拉上去之外 黄金的话 它多了那个降息 美国联储会的降息 所以黄金你看现在最新的报价 现货已经来2634美元 什么概念 历史新高 所以这个数字就可以解释说 为什么今天台北股市开盘会跌100多点 但是大家会问 以色列怎么会这样 同时两线来作战 你又要打哈马斯 又要打建筑党 你为什么要急着在这个时候出手呢 有人说担心11月5号 美国总统大选有变化 我们先想先任总统拜登 当然他不会联络的 拜登他是一向就是默许 以色列 以色列打杂杂的时候 再怎么样稍微讲一下 但最后还是力挺以色列 所以现在拜登最新的说法就是说 这个以黎的战争以后 美国正在向中东增加部队 对不对 随时支援 这是民主党的态度 但重点来看 你看7月份 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 访问了美国 他两个候选人都见了 当时川普是议席 所以那时候就7月份的时候 川普的声势是比较高的 所以纳坦雅胡去的话 跑到川普的佛罗里达 有人说要破冰 为什么 其实他们两人之前的关系很好 但是后来上一次的选举的时候 川普输了 纳坦雅胡马上就转风向 就跟拜登说恭喜恭喜 所以之后听说两人就处得不好 那这一次要弥补关系 但是他们见面了以后 你看川普是讲说 我力挺以色列 比如说你们停火谈判 人子安全的释放 但是这个之前的话 纳坦雅胡就先见了贺锦丽 贺锦丽的态度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我记得贺锦丽跟纳坦雅胡 会谈了以后 出来还单独面对记者 讲了五分钟 他讲什么 巴勒斯坦的人民能够行使 自由尊严和自觉的潜力 而且贺锦丽还说 不会对加萨的苦难沉默 所以看来他没有那么力挺以色列 没有 但是川普的态度不一样 对 所以贺锦丽是对以色列 有一定的批评 有一定的批评 所以川普就见风插身 你看他后来就讲说 你们票不要投给贺锦丽 贺锦丽假如当选美国总统的话 以色列他讲得很夸张 两年内以色列就会消失 就没有了 贺锦丽就不挺以色列 以色列就会输了 而且他还怪 美国犹太裔的选民的话 都是60%的选票 都是要投给贺锦丽 你不投给我川普 万一他当总统 贺锦丽当总统的话 以色列两年内会消失 所以可能站在以色列的考量 大选有变数 万一贺锦丽当选的话 不如现在能打 对不对 反正打 打了以后需要的单料 拜登先的总统 拜登都会提供 都会提供 所以这一次要开战 可能是这个原理 但是我们是回来 中东战予密布 我们可以看到不只是油金在账 军工股也在动 对 我们看一下 他牵动了很多关系 还有航运 对 航运的话 就是说 拜登的任期到明年1月 他的停火协议 那个应该是无望 甚至你假如跟尼巴伦 这个珍珠党再打下去了 整个红海的话 搞不好明年 所以你看昨天的 国际的海运股 全部都大涨 尤其以色列这家公司 叫以兴航运 一天还飙了11% 他今年飙140% 噴啊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理解说 我们的货柜三雄为什么涨 然后军工 洛克希德马丁 我请大家注意 这个价位是历史高点 洛斯罗普格努曼 这个是美国两大军工 你看这个都是历史新高 所以枪声一响 最高兴的就国王工业 所以你可以来理解台湾的股票 回到台湾 你看一开盘 长龙 阳明 万海 万海还亮灯涨停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 我们看2603的长龙 看它K线 然后我们看季线 都已经过了 季线黄色这一条 已经过了 我补充 你不要以为F4 F4只有台积电过季线 带动大盘季电过季线 其他的莲花科 红海 广达 都没有过季线 真是很特别 降息之后他没有 大家可以check 但是货柜 三雄 长龙 阳明 万海 都过季线 都过季线 然后我们看军工的股票 今天这些金刚 亚航 雷虎 刚才我们讲过 因为大陆调降了两码的 黄带利率 让他们 我们看一下一个 今天大陆的原物料 钢铁股全部都喷 你看 还有八一钢铁 这种喷了8% 这个宝钢喷了快4% 全部都喷 中尉海控你看 他已经知道这个消息 连七红都已经喷了 所以大陆这些刺激政策的话 可能会让海运的需求 原物料的需求 会变不错 所以我们回来看六宫格 类似这种股票 台湾的钢铁 老实讲 因为我们在打黄 还不见得有用 但是像金刚 做这种特殊钢的 它的报价 可能会受到大陆的影响 所以1584的 类似这种的股票 我们看金刚 而且打的底部 越来越高 它的EPS还是有3块 但股价卖你40块 大陆的需求稳住了以后 会把特殊钢铁 的这个报价也带动 这种反而要注意的 好 除了留意中东局势之外 请你留意最近的强势股特斯拉 股价表现非常的强劲 我们来看特斯拉到底有哪些利多呢 我们昨天特别提醒 它的五人计程车在10月10号要发表 各界高度关注 其实不是只有五人计程车 针对它的Speed S的火星计划 据说它也细时淡淡说 四年后要载人能够上火星 对特斯拉的话 今天在美国股市 你看涨幅最高的科技股的话 就是特斯拉 涨了4.93% 今年特斯拉从年初就一路跌一路跌 现在涨回来之后 现在已经涨0.67 等于是今年的师徒全部收复了 以这一个月来讲 从206块涨到现在250块 也涨了两成 所以最近的话特斯拉是非常猛 巴克莱是这样讲说 虽然他之前的交货量不太好 但第三季 他交货量可能47万辆 可能比原来液估 41万辆水准的话 高度非常多 大摩是怎样讲 大摩说 他的目标价的话 把它订310美金 310美金的话 目前价格是250 也就未来来看 还可以涨24% 怎么空间那么大 因为他跟百度合作 百度现在无人车下单有200万辆 如果200万辆都用所谓的 特斯拉的自驾系统的话 那价格的话 大概涨幅的话就会非常的大 所以变成说 他的目标价定得非常高 那路行之一般 每次看到路行之讲话 大部分都是讲不好的 我是骂人的 他说这一次的话 这个Nobatex的话 看起来非常好 而且明年电动车会卖得很好 因为降息有望驱动明年一个销售 他说这个Lobatex的话 会有surprise 10月10号公布的话 可能会令人家惊奇的地方 可能会有非常多 所以领路行之的态度的话 也转为乐观 那事实上这个无人计程车 不是只有特斯拉在做 好像大家通通都要做 投资人很多 为什么就是说 特斯拉电动车 可能股价不一定涨很大 但自驾系统 大家一谈到自驾系统 可能特斯拉的价格就涨很多 有人评估说 特斯拉的自驾系统 价值可以达到一兆美金 为什么你可以发现 第一个它有三大特色 第一个特色的话 就是无线形式 进行超级充电 所以它那个充电的话 不一定要插 它无线的就可以插 所以以前什么到了充电桩 去充的时候 有时候充电桩 天气冷的时候就荡掉了 这个可以无线的 所谓超级充电 它有四项的无线的充电的一个专利 所以它对温度的感测 各方面的话 大家都很好 第二个 它这个车子里面是密闭的 自动消毒 它会自己自动消毒 就是说它里面没有驾驶 它会自动驾 在可以检测封闭空间里面 如果现在的环境 觉得说空气不好 它就会进行消毒 日动生成清洁流程 那等于说它的车子的话 就是很干净很干净 第三个这是重点 就是说它现在的多久的话 整个运算能力的话 大幅的提升 大幅的提升的话 它具备车队的管理能力 一百辆两百辆三百辆 甚至一万辆两万辆 它的管理能力就大幅的提高 它的管理能力 有一个AI的驱动系统 所以可能怎样 它会去收集很多的资料 那重点来了 重点就是说如果有什么缺失 它会赶快去更正 赶快去更正 那我们刚刚才特别谈到 其实无人计程车大家都想做 兵士也说我也要做 对不对 它说它可以超越宝马 六十公里 它可以时速到一百三 那开这么快 蛮吓人的 来 雷诺说我也要做 包括这个无人计程车 Waymo 这是和韩国现代合作的无人计程车也要做 所以大家都要做 无人计程车在10月10号要发表了 对特斯拉股价会不会产生 一部的激励效果 还是现在已经反应过了 那么第二个利多 那就还没反应了 搞不好就要反应了 就是它的火星计划 因为之前有段时间 台湾的低轨道卫星涨不很大 但是沉寂了蛮久了 但是你可以发现SpaceX的话 它的计划还是非常多 那现在马斯克讲过说 两年内我会有五艘的 所谓的这个星舰的话 到火星上去 我意计四年内的话 启动首批的载人物 等于就是五年内就要登陆火星 当然这个的话 一般来讲的话有没有可能 因为它最近成功进行了一个 所谓的完整的星舰的环境的测试 位于印度洋的一个安全着陆 所以现在看起来 整个的计划是顺畅的 所以它目前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目标 这样看起来的话 好像也有可能 但是重点来了 就是说现在马斯克 他控制了卫星之后 他可能会颠覆一切 甚至他可能有时候 一个动作的话 就会影响非常大 你看卫星的话在天空 他所有地方他都去做军事 那你可以发现现在 大部分都是所谓的私人在之后发射卫星 这种发射卫星都是重量型的几颗而已 现在你可以发现 这个所谓的SpaceX的话 像现在发射的卫星7000颗了 到处天空的低轨道卫星 几乎都是SpaceX SpaceX 所有各地的国家安全 都受到所谓的马斯克的控制 Supervisor都在那边监控 其实你看市占率62% 你看2020年的时候是在这个地方 现在一直发射一直发射 一直发射 发射到现在7000颗 你可以发现像所谓的 OneWeber OneWeber的话 其实你可以发现跟他的距离 其实还是有一点很大的距离 另外第三个比较强的话是亚马逊 亚马逊的部分的话 你可以发现虽然他是所谓的 在网路行销方面各方面是不错 而且在云端的AWS也很强 但是你可以发现 在所谓的卫星发射数字的话 几乎看不到亚马逊的 所以变成说 现在SpaceX 等于他的市占率的话是62% 所以现在他的用户的话 低轨道卫星的用户的话 有300万户 这个也是蛮高的 而且他成长速度很快 所以其实马斯克不仅仅在 所谓的自家系统遥遥领先以外 其在所谓的低轨道卫星的部分 尤其是卫星的部分的话 他目前真的很大的一个影响力 好虽然他今年近期相对比较低 但这两天或者是说近期涨得蛮多的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时候要追价吗 宣伍方向怎么看 对对对对 因为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以刚才台积电为例 台积电的话 台积电的话 他现在是借到一个 大概13亿万颗的GPU的订单 所以他的所谓的这个 这个COAS的产能 本来明年的话是六万八千颗 现在变成八万颗 所以今天的话 等于大摩把它营收调高三三亿美金 等于是一千亿新台币 所以我是觉得说台积电这样拉的话 很多的股票有题材的都有机会往上拉 那我们可以发现你可以发现这个TESLA最近涨两层 跟他有关系就是典型的所谓的这个茂莲的话 他的涨幅已经要突破前面的新高 所以我觉得这等线涨蛮多的 对那你看 一个所谓自驾客成功的话是镜头 他累积的一个所谓的相片 一直累积就是要用镜头 所以这种镜头的话是未来 真正所谓的自驾车大幅成长最大收尾 你看亚洲光景也几乎都要创高 那联军的话他是测用台头显示器 测用头灯的部分 这个也一直在创高 那胡联上次我们有讲一直在做一个突破 所以你可以发现实际上车用的部分 尤其是TESLA最近讲两层 这类型股票默默在涨 那你看茂莲我是觉得说他已经涨高了 但是还是可以做曲线操作 因为他获利很稳 四百五到五百之间 那亚洲光景的话 因为他的获利没有那么高只有四块半 到这个地方除非他突破130块 突破130块的话可能就不入外太空 如果没有突破130块 我觉得这个压力会稍微比较大 反而联军的话 凯基金的报告 今年你说77亿 明年是146亿 因为Oracle的订单大幅的增加 所以这类型股票虽然涨高 只要不破170块 我觉得可以继续操作 但是胡联的话因为涨高了 所以我觉得曲线就把它放小一点 大概操作是180到200块 做曲线操作 好 这是阿博文塞的选股方向 也来听听封开品的选股方向 封开品怎么看 其实今天盘面上 你可以看到一个题材要动的话 他比如说高价要动 低的也要上来 这个才整齐 如果说只有单一单兵作战 那个就是个别表现 冲不久 对 刚刚这个Robotex我就不再赘述 大家都知道这个题材 美国的禁令 美国不准什么 你中国大陆里面 你有那个自家的成分的东西 就不能进来我美国本土 对 你不管是整车 还是里面的component都一样 那这样子美国很多东西 像特斯拉它本身 它只是做外壳组装 它最主要是软体自己做的对 外壳组装 它里面很多component 就是原件要台湾做 像特斯拉那个中控电脑 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包含那个 智慧自家那个软体 那个是广达集团做的 好 那我拉回来讲 你看今天就像我讲的 这个电车这个集团你看 有这种头肩底的 有这种一路往上走的 有高还有高的 也有这种低档 才串上来的狐脸 这种低档才刚刚串上来 顶天就是广达集团里面 做那个什么 跟他一起做那个 所谓的一个自驾车的 FSD的那个中控电脑 那这个是车店的部分 那如果说只有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还有 我再给各位看另外一个 有趣的现象 来 你好 最近有一种情况 就是什么 兄弟股 这张股票叫群 群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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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域的董 他就跟泰森一起 这个两个一起组那什么 玻璃基板联盟 他就做那个设备的 你看沿着这个军线 好漂亮 这个季线一直往上走 很相似对 结果你看 他是董事长 他是谁 你指的是陈安顺 对 陈安顺 他当了这个 亚太金属的董事 他大涨之后 大家又找说 原来他是亚太金属的董事 结果也被拉了 也被拉上去了 他是董事 多打这个字 这个是董事 因为他跟董事长是好朋友 他也变成 大量的董事长 拉他进来当董事 结果大家发现也大涨一波 那更不用讲说 这个黄宇仁 这个东元那个长子 黄宇仁 这三档都被关紧毙了 就是先涨这一档林光 他是董事长 后来发现说 他跟他交叉十股 他持有他40% 他持有他30% 这个也跟着涨 结果发现他也是一样 也跟着涨 那重点来 我把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 然后我发现有一家公司 叫做 也不能讲美丽的错误 被大家所忽略掉 最近有一档股票 跟车店有关的 叫做 8070长华 老婆打一下8070长华 好我们来看一下长华 8070 8070的长华 你看 最近好票 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 然后投信也在买 外资也在买 他一直涨 可是大家可能忘记一些 他可能搞错一件事情 他是通路 他的全名字叫长华电材 电子材料 长华电材 真正长华 因为他是这个集团 因为他的名字叫长华 真正长华做所谓的电动车里面 很重要关键的金面里面的导线价 我再打一档股票 2351的顺德 导播打一下2351的顺德 所以是顺德做的吗 不是 我在说导线价最近串上来 对 导线价有起来 那长华集团里面的导线价 IC导线价 跟LED导线价 是哪一家公司 6548 6548 对 叫长科 他的名字叫做长华科技 可是大家只看到长华 大家都搞不清楚 大家都去买长华电材 有没有 结果你看 这档股票你看他位阶好漂亮 是不是 我们先看盘中走势好不好 来长科 6548长科 对 今天是小掌0.35 也是拉尾盘 第一档反正是你的机会 那我们再来看下面一张 你看 他长华本身叫长华电通 长华电材 我这个打错 电材 就是电子材料通路 一路往上涨 他投信把人 这个外資盘都在买 那真正是财 真正做那个核心的是长科 那因为他叫6548 他叫长华科技 大家都忽略掉了 那他们的董事长都一样 都是洪拳 陈先生 就是他们就是两个兄弟公司 而且你看长华赚1.22元 股价已经来到多少钱 我刚刚已经来到这个七八 已经快要80块了 可是你看长科 长科在这地方形态很漂亮 才刚刚打底突破这个颈限 而且最重要是什么 你看这个地方 外资陆陆续续在这种买 而且最近 以前还是有买有买的 最近是持续在这种买进 投信你看 这边密密麻麻买一大堆 然后不但没有卖 这边还在做一个加码的动作 所以说法人在买 而且本身来讲 像我刚刚讲那个25 2351的顺德 他是赚2块钱 股价来到150 60块 他赚1块多 结果股价是多少钱 40块 不成比例 相对委屈 而且集团作战 大家看到东友在作战的时候 那个泰斯 像群艺 只是因为当董事 那个态势 就是同一个董事 现在很流行 大家去找同一个董事长 被忽略的股票 这档股票6548 可以好好留意 好我们再回到产业界 那么在昨天 我们特别提醒 英特尔外传 好像蛮多人想买它的 昨天传的是高通 今天传的另外一个基金 叫做阿波罗基金 所以到底谁要买它呢 英特尔真的要卖吗 它会卖给谁呢 因为英特尔 对我们来讲也很重要 特别是它的产业界 包括它的CPU 它是霸主 但是在AI做的不太好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有没有可能在代工和AI 这个部门 它开始分开处理 好 那我们先讲一下 这个阿波罗是谁 这个阿波罗 这家公司很厉害 阿波罗在2021到2022 它做了几件事情 第一个 雅虎 雅虎的进去的改革收购 是阿波罗做的 所以它是一个私募股权基金 那它不只是一个私募股权基金 它的背后是一个受险 它从受险一直发展 也是退休基金 也做私募股权 所以它的关键是做什么 它做三件事 第一个叫做实质的投资 股权投资 第二个它做另类资产 所以它做很多 不只是房地产 很多的另类资产 还有做什么 信贷 那2023年它做了一个更厉害的是 瑞士信贷 大家有听过这家公司吗 瑞士信贷 就是一连串 它过去30年是不断的在收购 扩大 所以很有钱 它很有钱 我帮它算了一下 它现在总共掌控的资产 管理的资产规模 7000亿美金 所以昨天我们讲高通的时候 糟糕 高通的信息只有70几亿 对 那它有7000多一些 它比它有钱多多了 这个是个大金主 大金主 所以各位你看一下 它不只是 这个雅虎是它改造的 那个威尼私人酒店 就是这个 拉斯维加是很有名的 威尼私人度假村 也是它在2022年 疫情过后 它进去改造它 它改造完了以后 它还提供威尼私人所有的员工 7000名员工 有一个退休金计划 所以你看 这家公司很厉害 它一面改造你 一面它把这些你的员工 都变成我的客户 然后你的退休金 全部交给我管理 所以它的整个商业规模 是非常厉害的一家公司 但是它跟高通不太一样 它是一个基金公司 所以它应该是 投资的角度 跟高通想买下来 经营不太一样 好 那我们先讲 它跟Intel有什么关系 在今年的六月份 Intel的网站上就公布说 Apollo给了它 110亿美金 干什么呢 收购这个 这个Intel在爱尔兰的这个FAB 34的 49%的股权 好那这件事情代表什么意义 就是说Intel过去在这个基辛格的这个掌控下 它推了一个它的Web 2.0计划 这个Web 2.0的计划 它最早的讲法是什么 它说我要建一个FAB厂 要花很多钱 动辄要投资两三百亿美金 我Intel没那么多现金对不对 我来找所谓的智慧资本 聪明的脑袋 聪明的钱 所以它在去年呢 把它的Arizona的金元厂 找了一家私募股拳机 让它入股49% 今年6月它又找了Aparo 所以注意 Aparo在6月先投了它140亿 然后把这个爱尔兰的金元厂 Aparo占了49% 然后他们开始了一个长期合作 那这个爱尔兰的这个金元厂 它是用Intel 3跟Intel 4的这个制程 也是它的先进制程 然后已经从去年9月开始量产 所以已经开始产生营收了 好那各位你就想想看 等于Aparo在今年6月已经先做了一个 智慧资本的投资计划 可是到8月份Intel出来说 哇我的财报更难看 我的董事会开始要求我要改革 要开始出售 要开始再重新做一个更积极的投资的动作 Aparo这时候说 来我再给你50亿美金 那意思是什么 他就说我不是在收你的金元厂 我是直接动手做你 现在如果你今天要把你的代工部门拆分出来 或者你的设计部门要做股权重组的时候 我拿50亿美金出来收购 那各位你听听 这个是不是听起来是很有机会的 因为前面我已经有合作过了 我后面再来以后 我现在放消息出来 我可能来做这件事 所以这个可能性是比高通来得高 那高通为什么要做 这个高通也是大家引起很多讨论 那高通之前他也有曾经 高通跟博通这两个本来就想想想 也想来做一个整并 那可是现在大家都认为高通比较跟Intel 不太可能合作的原因在哪里 因为高通第一个他现金不够 第二个高通其实现在做得很成功 他是从手机晶片一路做过来 然后他最近在PC AIPC这个市场 他大有斩获 第一个他拿到了微软的Service 新一代的Notebook的订单 所以这个CPU他打败了Intel Intel在AIPC上 在Service的这一局他输了 更可怕的另外一个联想 联想的AIPC的有两款的电脑 他要用到他的这个蛟龙 他这个Snapdragon这个CPU来做 所以大家都觉得说你高通 你已经从手机然后到AIPC 你看起来已经一路把Intel 杀得差不多片甲不留 那你现在出来说我要放话 我要收购你 那是什么意思 你感觉好像吃了人家豆腐 你已经是我的手下败将了 如果你要便宜卖你就卖给我好了 那可是因为X86的架构 就是Intel是一个X86的架构 它是PC之网 那这个高通是手机之网 那手机之网一路杀杀杀杀杀杀 已经杀到PC了 所以大家就觉得说 Intel会放给高通吗 如果真的让高通进来的话 Intel很可能就被木马屠城 对吧因为等于是Intel 这个高通进来等于把你的PC的设计部分 全部弄走了以后你的这些制造 我根本不要我就全部把它杀掉 所以对Intel的董事会来讲 可能前面那个金主是比较可能的选择 可是高通很可能是一个 要来想要杀他 要把他的整个东西吃干抹尽了 留下不要的东西再杀掉 那我们看到Intel的股价这两天都表现强势 也就是说现在有人要抢金总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们回来讲Intel的价值在哪里 Intel的价值其实一个是在它的制造部门 所以它的先进制程其实很厉害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先进制程很厉害 它的先进制程很厉害 我们刚才讲说Intel 3、Intel 4 还有一个SPA A 虽然这个SPA A计划最近被搏充 你不是一直觉得它距离我们台积电很遥远吗 哎呀各位有错 之前不是说它的代工部门很糟 糟到要卖掉吗 各位千万不要这样想 甚至要卖格罗芳德 来来来来我们先看一下 AWS 亚马逊的云端的最后的背后的所有的晶片 谁在支持Intel支持 所以各位我给大家看 AWS和Intel 这是AWS的网站 所以AWS的网站上面就讲说 我的云端今天的解决方案 我的CPU、GPU 全部这些解决的架构 全部是Intel的架构 所以之前 对不对 就上个礼拜 Intel才说 AWS要跟我合作新一代的云端 好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这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件 一个技术 叫Secure NCAP 这个技术 Secure NCAP 好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是美国国防部 好Intel最近发了一个新闻稿 它说我拿到美国国防部 35亿美金 35亿美金的这个订单 这个Secure NCAP 这个Secure NCAP 大家讲的 这个叫安全飞地 翻译叫安全飞地 安全飞地计划 这NCAP叫飞地 什么叫飞地 它就是讲说 一个国家 一个国家在你的旁边 全部都是另外一个国家 这在欧洲有很多国家 像比较教廷 教廷在旁边都是意大利 教廷在中间 这个意思是什么 它在资安系统里面 它做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计划 你在我的云的系统里面 有一个资安的系统 放在这里面 让我可以外面 虽然有很多骇客攻击 但它打不进来 安全的 好所以各位 Intel拿到美国国防部计划 这个计划 要靠谁来生产 它不会给台积电 它不会给台积电 这个是美国国防部的计划 如果被打进来的话 这个中国要 不先前美国国防部也下单给我们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是最核心的资安计划 所以你就知道说 那AWS 跟这个美国国防部等于是 一起在发展这件事 这里面 这个最重要 这件事叫血统存证 对吧 里面不能有任何的 其他有可能的外国资本 所以Intel绝对不会倒 它的代工部分也绝对不会消失 因为它重要到不能消失 对 他们说Intel叫大 它对美国而言是重要到不能倒 对 美国而言叫大到不能倒 它这是重要到不能倒 它现在是中年危机 中年危机 必须要做一个调整 好 所以这是Intel最近到底 会卖给谁呢 谁会是它的金主呢 各界讨论的非常热烈 那么还是回到盘面 请大师来提醒我们 这个盘后续要怎么观察呢 我们之前都说打两只脚了 这两只脚打完了吗 后续怎么看趋势 我们现在上次从7月11号高点下来 短短的17天跌了将近5000点 它马上V转 反弹到跌幅的0.618 因为跌得快 涨得快 大家认为我还没有跌过 所以现在反弹上来以后 大家就在外面看 所以我们以前在底部的话 是6000多亿 现在3000多亿 那我们一般来讲都是会ABC 现在C刚好到一半的时候 如果下来大家就会接 那刚刚在9月6号的低点 20922就是我们目前低点 那现在高点就是8月20号的高点 22545 那我们今天快要又攻上季线了 所以很简单 下礼拜因为我们3Q也要过了 我们今年的3Q跌幅是以前的比较低 比较少 因为大概跌38 今年3Q表现比较好 以前没有 以前3Q是先蹲下来 所以我们以前都会说4Q 跟到明年的EA分 都有行情 那因为你今年3Q没有跌 所以来讲的话 如果万一他这个ABCC比A来得高 那你以后开始上去的空间 就没有那么强劲 那我个人认为明年 所以就说等一下我们给个结论 所以后续的空间不大吗 还是会上去 可是不会像以前的4Q 因为你9月10月不是大跌 你相对掌握 有蹲过跳的才高 对 现在就没有 所以后续会反弹 但是反弹空间不会太大 对 现在就是说 你明天就要进入这个结账点 你过了基线完以后 这个22545有没有过 另外第二个就是量 我们刚才一直在讲 你要回复到4300多亿的一个量 量不够 另外来讲 我也规划明年舌年 明年舌年有一句话 他也叫做舌来舌去 舌来舌去就是在那边盘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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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 有事 可是一般来讲 大陆对于台湾的影响 大概比较短 都是最主要是 美国降两码的利息 可是降两码利息 你看到美国10日公债 没有破8月20号的最低点 美国美元只是 没有破上一次的90 100块 所以他这个利东 短线就没有了 没有了以后 因为11月5号这个选举 那个贺锦丽跟川普 很多人都把川普当做道琼 跟川新高 贺锦丽是科技股 你可以看得到 这两个话 那我们就来看看 蛮有意思的 来 道正式是代表川普吗 对 因为他都是KK的人在里面 就是他的户口 道正式是比较强 所以他的金主主在这里面 这个金主都是不表态的 所以有人认为说 你们表面上 现在看起来民调 好像科学都很高 可是实际上 如果从股税从来看 川普比较具有优势 你看那个会办 有没有 我们来看一下会办 会办指 跌破连线在继线摸 所以会办就相对比较弱 跟大盘一样 跟我们台湾的鸿海管达 所以会办代表的是贺锦丽 贺锦丽 对没有错 所以这个人家问我 所以从股市指标来看 是川普比较具优势 对如果川普 但是从民调来看 贺锦丽稍微领先 股市指标来看 是川普比较具优势 但是从民调来看 贺锦丽稍微领先 如果11月5号川普选上完 美国报的货币政策 可能会改变 因为他已经 你降了两码 他出来批评了 因为这次报 调那两码是很怪的东西 有可能是为了嫌疾 这样的话 大家以为你调两码以后 这个不是那个 在建会长多吗 可是你看他在建根本没有 他那一天完以后力多出境完以后 这两天不是 开始反而变成走空 所以我们大概在11月5号以前 搞不好大盘就会进入一个横向盘整 好 最后一点点时间 我们来投一下大盘的票 那么在今天拉尾盘 昨天又拉尾盘 两天都用突袭的方式 来表现盘式的多头力道 是不是相对比较虚呢 各位怎么看后视 请举牌 拉尾盘不会比较虚吗 不会耶 大家都举 哎呦 怎样 封开面你想好了吗 后续怎么看 我不认为比较虚 所以要举 比较虚你要给差 你认为比较虚要给 所以你是认为比较虚 还是不会虚 不会虚 不会虚 所以1 2 3 4 5票 5票都给全 大家都这么乐观 来 开评 我中秋节来的时候 不是 如果真的子弹够的话 一开始就要拉 干嘛每次都拉尾盘 对 也不止它 其实你可以看到最近 昨天也是突袭 中秋节的时候 我都说过 其实很多股票 你看尤其烫台积电 我那时候不是说 那个岛型 那个教科书画也没有那么漂亮 那个岛型那个对胜 左缺右口 有没有 两个那么漂亮 上去你还不可能 我那时候还唯一一个说 你要赶快做多的 不是说只有说 拉回来等做多 要积极做多 对 就你看 适度追降 是不是就上去了 那大盘今天 虽然说在偷拉 这样的季线 可是很多中小型股 有一个好现象 今天很多那种腰风股 已经开始销轰 换成什么 有EPS股票要表态了 所以说那些有EPS股票 也连在全职股了 所以有EPS股票 其实都在 很多都在低微阶 所以我认为大盘不会差 好来 阿博恩三 我觉得因为台积电 这次接到脚股 13.1万颗的订单 大概增加EPS两块钱 所以我认为 如果本益比20倍 有拉40块的机会 所以应该这一波 台积电往上拉 还没拉完 应该去挑战 1020块的价位 你看得这么好 对 所以如果台积电看到 1020 那指数就还会动 对